很感谢我们这个很优秀的 我们年轻的政治工作者 我们林洋军议员 梁博雅议员还有吴珍 他们举办了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转大人公投节 那我身边这个陈英潜老师 陈英潜教授 跟我其实也很有渊源 因为我的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 职业就是陈英潜教授 那也很开心今天回到台大 感触特别深 因为就一路上看 从阎林大到然后总图 再进到我们这个博雅馆 不知道跟苗博雅有没有关系 就一路进来 然后看到很多学弟妹 然后在现场看到这么多同学 这种青春 然后这种充满着希望的这种感觉 校园生活又重回到我的心里面 那尤其是在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 更觉得就是转大人很重要 所以当然就是说我们从学生 然后一路这样子从事政治 然后到担任立法委员 那一路上当然我觉得我们有很多 不管是年轻时候对于政治工作的理想 或是理念 然后也接触到很多很优秀的人 然后一直到今天 然后当然很多媒体朋友今天也很关心 整个这个事情 那我会觉得说其实人生的过程中 总是会有很多的经历或挫折 那这一次所经历的这个事情 可以说是我人生中可能最大的一个挫折 那因为我一路可能大家就觉得说 美女女台大然后议员或是立委 其实一路的人生可以都说非常的顺遂 那也可以说没有遇过坏人 那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觉得总是人会遇到很多的风风雨雨 但是不经一世不长一世 就是这也是人生的一个挑战 经过这样的事情 然后如何从这个事情里面去成长 然后去学习到更多 那我觉得是每个人的功课 那也很感谢老天爷给了我这个功课 不然我的一生可能都是太平静 或是太顺遂的东西 要有一些不一样的 那我就觉得说 这是对我人生的一个挑战跟经验 所以这一次的事件里面 哎 会不会有点跟主题脱节 但是 然后我就觉得说 看到这么多同学 我就是觉得说 我也跟大家一样就是 就是充满着可能热情啊 理想对生活 对很多事情都是正面 然后美好 然后都很乐观 但是没想到其实有很多事情 可能也不是这么 就是表面上所看起来这样 就是事情有很多的面向 然后有时候 可能要多深思熟虑 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东投榜大学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深思熟虑 留下一遍 虽然有时候呢 你们想法不能太单纯 也不能太直观 就是说不能看到事情的表面 就觉得说 公共榜大学很好啊 那选举的时候投票 顺便投公投 一举两得 然后又方便又简单 有什么不好 但是其实如同我们刚刚 前中选会主委 陈英潜老师所讲的 其实这后面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然后有很多复杂的成分 跟感情在里面 不是大家所觉得说 我就是去投票而已 后面有很多需要思考的地方 所以才会举很多其他国家 他们可能在公投 比我们有更多的一些潜力 跟经验的这些国家 来让我们知道说 前人走过的路 让我们知道说怎样更好 我看到同学戴我的口罩 觉得非常的感动 谢谢你 是特别戴我的口罩 来给我加油 感谢 很多人在18岁的投票 的公平投票 都是人生中的第一次 那会有很多的资讯啊 等等如何去判断真假 因为大家也知道 现在不管是新闻 或是很多的 很多的这种资讯里面 确实会有很多 刻意去影响大家判断的 假新闻啊 带风向啊 等等的资讯 但是总是呢 这些资讯 慢慢的随着时间去沉淀 去淬炼之后 真相都会浮出来 所以真的假不了 真金不怕果斂 反正呢 就是你要去骗人 总是就是时间引到 总是这个都会东创事发 因为毕竟骗人是一时 但是长久的其实是没有办法 所以不管是我们在很多的政策面 或是很多大家所遇到的问题里面 其实很多都需要时间去考验 好不好 下一页 真的假的好像大家真的很了解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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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因为现在一届都已经在那个司法侦查中 那有关案件的部分 我们都会请律师来跟大家说明 好不好 那有说要断影像的电话吗 所以这个部分就请大家就是 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律师会跟大家来做一些案情的说明 特别回应上电梯不好 有什么的部分 非常小心 很危险 不好意思 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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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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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谢谢